比70幾個MV才夠 那其實這個費用會增加 如果它不增加 我們可以講說這個是一個尋求環評會 這個背書的一個通風檢調的行為 那麼這個機裝呢最有趣的 這一條線下面的機裝的這個土壤的強度 它只有8KSC 8KSC是什麼呢 我們一般用混凝土強度是210 這個8只有210混凝土強度的25分之一 那麼但是機裝這個呢 限制甚至連這一場都沒有進去 如果說這一層覆蓋土層 它是土壤它的強度像保麗龍一樣 這個像軟的木頭 它連插在軟木頭裡面都沒有 那麼這個塔庫高 又是全線最高的49公尺燒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非常高的塔庫 配上一個丸子是放在保麗龍裡面的西裝 這個塔庫一定會搖晃得非常厲害 所以這樣的一個塔庫的設計 隨時坐纜車的人會受到生命的危害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現象 第二個現象就是剛剛 理事長有講的 這個人是莊惠熊 在包攬的時候 大家就說莊惠熊天天跑去包攬 他的兩隻手 這隻手也是他 這個也是他 這是連續動作 這是濕的 這是濕的 他沒有戴手套的手 就這樣挖 他就可以挖下去 沒有受傷 沒有流血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 未來設計的機裝 主要用的工法 未來做出來的機裝 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的機裝 完完全全不符合規工程的要求 所以做出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當時包攬 我這邊寫的就是 包攬的F16警機 跟岩壁有沒有警力結合 包攬已經F16卡住滑下來 真度花了一億多才修好那一根卡住 全線才14億 這一根卡住壞掉 他就花了一億多去做 以後北攬的機裝就是這樣的 這簡單跟各位 補充一下剛剛理事長所講的 謝謝 好我們謝謝這個王偉銘工程師的長期關心 那接下來呢其實北投呢 里長呢 有兩位里長非常關心北投的議題 而且他們真正的是聽到了民眾的聲音 而不是一個人的名義代表 但是纜車 我們先請喬安里的陳昌生里長 為我們說幾句話好嗎 謝謝 我們的順利的主持人 那個我們陳小姐也是一個同學 那我們兩位同仁在座這些貴賓 那我是 喬安里里長也是纜車起頂站的里長 那纜車確實蓋在我里上 那蓋在一個台北市最精華最高級的一個住宅區裡面 那我們這一些 四個領域面臨著這一些生命財產的威脅 第二個 哪有板子蓋在我們全世界最美麗的綠色圖書館旁邊 李強子哥 請問一下市政府 以後我們的力圖合計而同 要當菜市場還是要當我們這個餐廳呢 第二個 請問一下他的停車場在哪邊 停車場在哪邊 完全沒有規劃到停車場 停車場在哪邊 第三個 他的等候機在哪個地方 等候機原來是在火光明路啊 這個水美泉啊 12米大道啊 還要改成單行道 把那個連行道在過範圍市民回等候機 這個案已經被我們這邊溫泉葉子跟里長他們全部反對掉了 請問一下要等候機在哪邊 請問一下 這些媒體記者 在這些所謂的交通 黃明這些都 完全不合這些規定 冒然來蓋這個懶根 是北柔之態啊 我相信啊 紅冰市長應該聽到 要為了請 好 有了 大會合 好 我歡迎 我這些 神 Project 的 請 我幫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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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這 考慮